黄庆云 我的文化大革命第四章 下放的下放 抓人头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斗 批 改 又提出了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 革命大批判的浪潮无处不及 其特点就是把批判的对象无限的上纲 大扣帽子 记得我第一次派回广州写作的时候 当时的文教办公室就成立了一个大批判小组 有一批秀才在那里炮制一篇又一篇的文章 批判一篇比一篇严厉 举个例来说吧 欧阳山写的一代风流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 这本作品只是被评为由小资产阶级思想而已 后来进而升级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 到了陶柱被揪出来 又被评为给陶柱树碑立传的大赌草 而到了后来 又提高到歌颂错误路线的作品 因为1927年广州起义此时已被划为错误路线 至此 全部作品都否定了 既然巴异人民都是批判家 这大批判的课程也就到了农民头上 不久陈柏达救出来了 我们便奉命在农民中掀起了批判陈柏达的高潮 陈柏达一直以批判别人简称 是文革中大批判的带头人 这次受到了一般人的批判 本来是一件痛快的事 但是在农民中 如果要批判陈柏达 就得先学习陈柏达的思想 农民谁知道陈柏达是谁呢 而最令我头疼的是 这次不但要口头汇报 还要出版强暴 白纸黑字 显示出农民之中有良效型的大批判家 上灵堂识字的农民根本就不多 要他们批判陈柏达的黑六论谈何容易 陈柏达的黑六论到现在我都忘了四论了 但就是开头那二黑 鲜艳论和唯生产利论 听来虽然深奥 如果结合实际 为时不可以展开讨论 不过为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一说到鲜艳论 就是没有实践根据的主观臆测 农民的话就多了 大跃进的小猪秘植 全民出动的大杀麻雀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之类 把批判陈柏达 批到了三面红旗上了 我引导他们不谈过去 说说目前吧 农民们忽然面有得色 听听他们的高见 却是因这次重板道不受鲜艳论的影响 没有大量的搞翻炒种子 如今损失要比别的队轻 说到了维生产论 我举了苏修的卫星上天 红旗落地为例证 但农民就反驳我了 说那么我们这里不是红旗上天 番鼠落肚吗 看来发动写大批判文章也不那么容易了 队里只有一个小学老师 其他人不是文盲就是半文盲 他给我出了一个妙计 从正面议论出题目 组织文章 结果弄来弄去也只弄出两篇 一篇是 用实际经验指导生产 另一篇是 我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 突然 工作队长来了电话 县委要这次的大批判大评比 他亲自带公社的人过来巡视 我跟着队伍去巡视 别的队的强暴可真是出色之质 除了装饰的花边五花八门引人入目外 墙上的批判文章 名词多多 派头十足 到了我这队里 简单的木板上只登着两篇文章 队长十分不高兴 满脸的晦气 埋怨我不给他争气 我分辨说 别的队的形势美观 因为工作队都是美鞋 乐剧美工 电影美工 我确实没这本事 不过版面和文章都是农民亲自动手 我只能发动到此为止了 我是讲实际的 队长忽而改变的态度 亲切地抚摸着我的手背说 老黄 你是坐鞋的 我寄希望于你很大呀 你要争争气 就算是包办 就这么一次吧 三天后 县里就要来检查了 检查组走了之后 那位名办教师对我说 队长叫我们不要认输吧 我早说过 连题目也不能认输 比如抓革命促生产 就太一般化了 我的学生写文章 种菜的会写 抓人头不抓菜头 养鸡的会写 抓人头不抓鸡头 种田的会写 抓人头不抓锄头 种田的人 抓人头不抓锄头 多可怕 至于这次 我是怎么过了关的 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 患难之交 我曾经 哪